有客户 传输影片的速度是一般旧版USB的6倍 USB 3.0是下一代连接器的主要技术 新款的USB 3.0插到旧版的USB 2.0连接插槽 传输速度已经能够大提升 但如果连接器也换成USB 3.0 速度可以更加倍 是各NB厂商未来的标配 也让旗下的连接器事业部门 达到全球最大的红海 不惜针对这项专利技术开稿 专利这种东西 现在世界游戏规则 你不可避免你就要参与进去 红海在USB 3.0技术 告上连接器厂商加泽 30号公告 红海取得最终的胜利 判决书指出 维持2013年底的大陆判决 认定加泽的子公司得以电子 侵害红海所拥有的USB 3.0技术相关的特定专利 得以电子不得再上诉 不过加泽也立刻反击 表示红海已经违反了USB协会的规范 同时公司也向美国纽约州提起诉讼 取得法院的临时禁制令 禁止红海接触 加泽现有与潜在的客户 而加泽表示USB 3.0的专利 应该以协会的规范相互授权 并且表示红海提告的两项产品 在三年前就已经没有生产 判决对公司并没有影响 只是受到诉讼影响 加泽30号盘中股价一度跌停 最后打开跌幅5.23% 至于红海则是收债平盘 这场大鲸鱼对上小虾米的诉讼 也显示了郭董捍卫专利的作风 没有一丝改变 记者杨绝专民话特报道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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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的 帅保存在